隧道南下40号机房 在今天上午因为排水空堵住 造成了渗流水回流 直接淹进了地下机房 高工局立刻派人进行清淤工程 还好没有影响到 雪碎的行车状况 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个月还有机房因为滴水 造成了高压配电盘短路起火烧焦 只是这一次机房变成了水帘洞 影响是最为严重 水珠就像瀑布一样 从天花板宣泄而下 周围地面全湿搭搭汪洋一片 这里是雪碎南下40号地下机房 上午瞬间变成水帘洞 如果真的淹上来的话 会不会就是人在里面不好疏散 这样有贪方的风险 如果它突然下来 我们长怎么办 它会遭到波及 水来得又急又大 民众好傻眼 雪碎横贯着雪山山脉 平常就会有大量的渗流水 按照工程规划 渗流水会沿着岛水沟流到隧道外 但是5号早上9点多 排水孔遭到堵住 水往回流 回流到了机房里头 当时机房又是通电的状况 现场工作人员担心漏电 根本不敢靠近 高工区立刻派人进行清淤工程 花了5分钟的时间 就把堵塞的一个东西清除掉 那水就顺利地排走 没有造成设备的损坏 还好时间不长 对行车没有造成影响 只是这已经不是机房 第一次发生渗水阻塞 今年7月初 41号机房还有高压配电盘 短路起火爆炸 更换之后又再度收招 甚至消防管线还曾经爆裂喷水 索性都没有影响到用路人 但都没有这次来得严重 地下水非常多嘛 到时候就会从那个机房渗出来 无意间它就刚好留到一个电力盘 那9岁的电力队员非常的完整 所以它一个溃线不见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溃线 紧连着台湾最长隧道的公路 机房却不断有状况发生 相关单位表示会加强巡视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记者李柯燕伊兰报道